今天的題目算是很舊的 因為延續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家都經常說 南極 北極 南極也好 其實很多古古怪怪的東西 包括陰謀論所說 南極和北極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洞 衛星也曾經拍過出來 有些衛星的相片也曾經拍過這個洞 一個很大的洞 相信傳聞這個洞通到地底 去到另一個地下世界 Holo Earth 空深的地頭 當然他們所說的比較像現在有一個新的概念 它不是真的在地球的中間 因為地球中間是地核 因為地球的地殼很闊的 很厚的 不是你想像中很短的 下面可以闊到一個地方 一個城市或另一個世界那麼大 根據現在有些人相信 南極 北極一定有些古怪的東西 同一時間 南極不斷有很多地球的探險隊 或者很多科學家 很多科學的實驗隊 在地球做很多的考察 為什麼我做很多考察呢 因為首先起碼南極和北極的極地的兵 已經存在了很多年了 在地球上很多十萬年了 所以這些兵的下面究竟有什麼神秘呢 有什麼特別呢 這些兵會不會中間隱藏了一些地球人 或者現在我們的世界需要的一些 可能以前的植物或者生物 可以看到整個地球的演進和進化 但是同一時間也有人說過 會不會在兵裡找到以前的細菌 其實是我們現在地球人從來沒有面對過的 會不會釋放了出來 所以在南極和北極 經常都做很多的砍探 很多科學家去做的工作 其實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沒有什麼機會可以看到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靠一些媒體去報導 在2012年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沒有看過這個新聞 2012年的2月7號 曾經在National Geographic 曾經出過一篇的報導 那天的報導所說的是什麼呢 現在的俄羅斯科學家 就是很接近 很接近 去到淡水區的一個湖 在地球 即是在南極的地底 地底有一個湖 應該怎麼說 在冰底有一個湖 很近的 多近呢 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理解一下是什麼 就是這樣 他就是在南極的 其中一個南極的底部 就是他做了一個 俄羅斯科學隊 做了一個鑽探 俄羅斯隊的科學隊 做了一個鑽探 然後就在鑽探的底部 他就估計到 在底下就埋藏了一個湖 在這裡 而這個湖就叫做 Lick Forkstok 俄羅斯文 給他了一個名字 Lick Forkstok 現在你看到這個圖 當然你不要想著這個圖 看起來就好像 很近而已 比例是不成比例的 足足是3620 他也有說 你可以幻想一下 在地底下 基本上是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跟外界差不多斷了 來往除了Walky Talky 他們就握了一些工具 在他們一直找的時候 在他們的過程裡面 在湖下面就有些潛水裝備 就是在水底潛水 下去之後 他說曾經在這個地方裡面 當然有些人生患 在5天之後 終於收到一個訊息 他說要上來了 接著 就調回一些人上來 原來不是齊人的 上來 8個人下去就少了一些人 究竟去了哪裡呢 上來的時候 其中一位帶隊下去的 叫做Dr. Padaka 應該是俄羅斯人來的 Padaka 他說他下去的時候 就是曾經 他問他那些人去哪裡呢 他說他們落到下面 在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基本上就是要 每一天好像打仗一樣 要很努力地去生存 他說 他們落到去之後 為什麼 你們落到去之後 為什麼5天都沒有訊息上來呢 他說因為為什麼落到去呢 本來都是一直有溝通的 但是後來突然間 發覺那些訊號就是影響了那個 訊號的Walky 就是那個通訊器 就是發不到訊息出去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是一步 可能幾步的一起都發不到訊息出去的 然後他說 也都因為可能是天氣很冷 因為那裡是非常冷的 他們穿了 都是那些極支 即是保溫的 一些潛水衣 他們在下面都是冰天雪地 你幻想冰天雪地 生活 其實一段時間 其實是很多裝備 他就發覺那個訊號的影響 就好像是有一些 他覺得有些奇怪的 一些預示有些奇怪的 為什麼呢 在他們說過 他們最初在一個潛水的過程裡面 就是經常看到 有一些人 有一個人的出現 好像一個人的東西 在很遠的地方出現 但就不是自己的對人來的 他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誰來的呢 在這些經歷之後 他終於就看到 這隻好像人的東西 其實這隻東西 在他們的大家一起看到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隻有14隻手臂 不是8隻手臂 有14隻手臂 但是他好像 一隻白爪魚 那樣的東西 他們就給了一個編號 就叫做生物46B 有14隻手臂 就是在水裡面看到 有一個這樣的 這樣的物種在出現 他們潛水的時候 有一把考察隊 這張上面 如果根據 這裏所說 這班考察隊裡面 其中有一個人 其中有一個人 就是 這個叫做 Dr. Pratica 這裏裡面其中有一些人 就是在這次 考察裡面 就是犧牲了 如果相信的話 但是也都因為在俄羅斯 也都因為 是 言語的關係 其實就沒有辦法找得回 究竟這班人去了哪裡 或者這班科學家 究竟誰打誰 這班科學家 現在呢 就完全都是一個 叫做 真的好像一個 叫做 cold case 就是這樣 好像很假喔 這件事 跟剛才那隻 那隻怪獸去哪裡呢 給大家看 跟這隻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這隻 在過去那幾年 已經是不斷 其實不斷在網上 有些聽眾說 飛哥你可不可以說說這隻 可不可以說說這隻 說這隻 這隻是都市傳聞 有什麼好說呢 不是很值得說而已 那網上的 一般的資料都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這隻是 一個 日本的船 日本的船 就是拍到 那些人遇上這隻 於是 就報了出來 那在網上 就不斷有一些的相片 就出現 就疑似是 那些人拍到同樣的一隻 那些人好像 疑似是拍到同一隻 這樣的 的 的 的怪物 好像出現過這樣 但是為什麼 跟這件事有這麼大的關係呢 就因為呢 在這幫 這個正說那個 的案子 有些人呢 有些人是相信這個東西是 可以看到的嘛 其中呢 就有些的 研究神秘動物學的話呢 就是說這隻 那個尺寸呢 也是一隻很大隻的 這隻呢 可以去到 20 至到 30米的距離 20至到 30米的距離 就是呢 就是 很大隻 也是很大隻的東西 這隻的大小 20至30米 他形容他的話呢 他就像一個人一樣 有時候 又有像手 又有像腳 但是有時候呢 就好像一隻 變成好像一隻的 章魚 有時候就變成 好像一隻的 美人魚 有條尾的 有腳的 這樣 他說呢 是看到他呢 是會變形 然後呢 面部 還是有頭有手 有面的 有眼有鼻的 這樣 但是我覺得呢 整隻東西呢 就是白色 然後呢 還要是 不只見過一次 而是有很多的水手 不停見 而是在他們內部 是傳了很多的 那麼 由一位日本的 聲稱日本的水手 就是寫了上去一個 網上的 討論區那裏 而呢 也是因為 中文字幕提供